母爱!HSK1,二级听力口语 一天,小猫丢了。它在公园里叫,妈妈,妈妈,你在哪里?小猫很怕,但它想找到妈妈。 一天,小猫丢了。它在公园里叫,妈妈,妈妈,你在哪里?小猫很怕,但它想找到妈妈。 小狗看到小猫,说,小猫,不哭。我帮你找妈妈。小猫和小狗一起找。 小狗看到小猫,说,小猫,不哭。我帮你找妈妈。小猫和小狗一起找。 天黑了,它们找到了小猫的妈妈。小猫很高兴,说,妈妈,我爱你。妈妈说,我也爱你,小猫。 天黑了,它们找到了小猫的妈妈。小猫很高兴,说,妈妈,我爱你。妈妈说,我也爱你,小猫。 小明的生日快到了。它的妈妈问,小明,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?小明想了想,说,我想要一本书。 小明的生日快到了。它的妈妈问,小明,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?小明想了想,说,我想要一本书。 妈妈笑了,说,小明,读书很好。我希望你学到更多东西。小明抱了抱妈妈,说,妈妈,我爱你。 妈妈笑了,说,小明,说,小明,读书很好。我希望你学到更多东西。小明抱了抱妈妈,说,妈妈,我爱你。 妈妈听了,去书店买了很多书给小明。小明看到书,非常开心。她说,谢谢妈妈,我很喜欢。 妈妈听了,去书店书店买了很多书给小明。小明看到书,非常开心。她说,谢谢妈妈,我很喜欢。 从这两个故事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和力量。母亲总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和支持,无论是在寻找失落的小猫,还是在满足孩子对知识的渴望。 母爱如同温暖的阳光,照亮孩子的成长道路。 一天,小猫丢了。 她在公园里叫,妈妈,妈妈,你在哪里? 小猫很怕,但她想找到妈妈。 小狗看到小猫,说,小猫,不哭。 我帮你找妈妈。 小猫和小狗一起找。 天黑了,他们找到了小猫的妈妈。 小猫很高兴,说,妈妈,我爱你。 妈妈说,我也爱你,小猫。 小猫的生日快到了。 她的妈妈问,小猫,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? 小猫想了想,说,我想要一本书。 妈妈笑了,说,小猫,读书很好,我希望你学到更多东西。 小猫抱了抱妈妈,说,妈妈,我爱你。 妈妈听了,去书店买了很多书给小猫。 小猫看到书,非常开心。 她说,谢谢妈妈,我很喜欢。 从这两个故事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和力量。 母亲总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和支持, 无论是在寻找失落的小猫, 还是在满足孩子对知识的渴望。 母爱如同温暖的阳光,照亮孩子的成长道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